男劈腿良女 招聯手剃掉陰毛眉毛 住在北縣這棟大樓的 34歲男子陳子玉 是個劈腿男 他和女友周子晴交往一年 才被抓包已婚 上月竟又劈腿護士王亭牙 但路走過必留痕跡 日前新女友王亭牙 在劈腿男的臉書上 發現他和周子晴的親密照 氣得約情敵出來談判 兩個女人同仇敵凱 決定合作教訓劈腿男 前天凌晨 王亭牙先為劈腿男吃感冒藥 讓他昏昏欲睡 來玩點刺激的啊 然後剃掉他的陰毛 還把生殖器化成大象 周子晴這時也到來 兩人合力混綁他 之後越想越氣 乾脆剃光劈腿男眉毛泄憤 又在他大腿上寫 我愛亂把妹 三人耗了三個小時 劈腿男藉口上廁所 反鎖廁所門後報警 才結束這場復仇劑 劈腿男並惱羞成怒 只兩人淋虐他堅持提告 但兩個女人都否認 對劈腿男施虐 拿了一隻女棒我在捶背 然後我就說你不要過來 我說你就坐好我們好好講 我從頭到尾的時候 我說你不要過來 那一台真的沒有淋虐他 菜刀為了要幫他把那個繩子切開 因為我們覺得這樣比較快 不用說幾半天 警方前天將這兩名復仇女 以妨害自由和傷害罪送辦 談起劈腿男 兩人仍糞糞不平 他很會騙啊 他那種嘴巴很會騙 尤其是他生日那天對著 他先跟我去伊尼去吃飯 我吃完飯 接著緊接著就跟黃小姐去唱歌 唱完歌以後又找另外一個小姐 然後那個小姐買了綠品家 然後就花他家 所以連續的時間 就是完全沒有間斷在跟女生 上朝的就是發生關係啊 或是交流 那他都變稱那些只是女朋友 但我面前他可能會說他是朋友 或是罵他 就說他不懂事啊 是小朋友 然後在他面前說我就是神經病 他說要去日月潭出場 躺在浴缸裡面的照片 而且就半身照 絕對不可能是自己這樣照 你手會拿那麼遠嗎 我之後我用電腦看 就看到有女生的倒影啊 你就發現他頭吃了我 就 我不知道怎麼講 動新聞劈腿路不可行報導